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3亿公顿的食物当中的四分之一拿出来用的话 就可以造福全球将近9亿的饥饿人口 今天带您讨论粮食浪费的问题 首先看我们的报道 自助吧无限畅饮 吃到饱餐厅满街林立 鼓励消费的行为让富裕国家的粮食过剩 而贫穷国家却有9亿人正在挨饿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食物是浪费或是丢弃掉 那这三分之一的食物差不多是13亿吨 那在这样子显示这些数据的时候 他们还呈现另外一个惊人的数据 就是说去年一整年全球有9亿人口属于I2当中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统计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食物遭到浪费 在开发中国家因为基础建设差 在加工过程中导致粮食流失 同一个时间里已开发国家的消费者 却是把可吃的食品丢进垃圾桶 不要让自己有这种过度浪费的行为 那另外在台湾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 就是建立生产者跟消费者 直接连接的市集 那在联合国的这个报告里面 他也认为说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界面是很有帮助的 气候变迁 全球粮食面临危机 其实真正的危机在于人类的消费行为 用多少买多少 珍惜资源 让能源缺乏的现在能够永续下去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世新大学通识中心的讲师 朱正琪老师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我在一个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德国一个节目 他就是介绍一个两个年轻人 他每一天都在超市打烊之后 他跑到他们垃圾桶去找东西吃 然后可以找什么面包水果蔬菜 都是那种刚刚到期下架 然后他们靠这种方式来过生活 也过了好几年都不用买东西吃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个粮食浪费是严重的 那就老师的观察情况跟我们谈一下 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欧洲 还有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而且也都是个人主义比较新生的国家 那其实先从个人主义来讲 个人主义它其实本身 它本质上就有一种 比较倾向于浪费的本质 因为每个人 所有的生活的东西 所有的这个 比如说椅子 床布 电视 这所有东西都必须自己一套 就是说它需要有自己的东西 那其实跟这种比较是群居性的 或比较是多人住在一起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一定程度的 共享资源的这种生活方式 其实比较起来 对对对 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 就是比较耗费这个资源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生活上面的每一样东西 几乎都是商品 那包括食物在内 那因为它要变成一个商品 它就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规格 一定的这个标准 所以很多食物 其实在这个还没上架之前 可能就已经被淘汰掉 你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苹果的同时 其实就代表很多不够漂亮的苹果 被丢掉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图卡 就是欧盟 其实它的粮食浪费问题 就是说有大概有50%是可以食用的这个粮食 是被丢弃遭到它浪费 然后每年是到达了8900万吨的这个粮食量 这个8900万吨可能还是用这个厨余啊 还有这些这些丢弃的这些可以食用 通通算在一起 对通通算在一起 那所以每个每人每年呢 是浪费这个179公斤 那所以当然这几位那个 这两位德国年轻人 但就是可以靠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但是没有问题 其实数字上没有看得出来 如果每个人每年大概吃进去的食物 大概重量不知道是多少 因为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真正被吃下去的跟浪费掉了多少 那另外一张是关于美国的地方 刚刚我们谈到这个 美国人也是大宗的食物生产国 可是他们也是一个浪费很严重的国家 是 因为美国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到现在为止 即使中国说中国崛起之后 美国还是中国市场的很多倍 那另外美国它其实大家可能都认为说 它是一个工业国家 工业化国家 但其实美国它同时也是一个 粮食生产非常大宗的一个国家 粮食生产国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 就要做沉没的食物 其实里面就有记录了一个 美国的大量生产 就粗放式的农业 都用大农机器 农机器化肥 这样子去生产的 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生产方式 所以刚刚讲过 就是说它一个是 它是一个最大的市场 所以这个充斥了非常多的 这个食物的商品 那这个商品它就一定要淘汰掉 一些不合规定 可是它可能是可以食用的这些食物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是一个大量的生产的国家 其实美国在生产跟消费端 其实是非常的耗费食物 浪费食物 我们看到这个图卡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四口之家 每一年他们浪费掉的食物的价值 大约台币有两万七千多 两万两千多元 美国不是不景气吗 为什么他们对于这个部分 还不会节制呢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 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就是说一旦你的生活形态 就是变成 就像比如说像台湾 也很流行的吃到饱好了 就是吃到饱 它其实有很多的食物 是我们不会去 就是我们在吃吃到饱的时候 可能都不会去碰的 根本不会去选择的食物 可是它就一定要摆在那边 就让你看起来就是非常的 怎么讲澎湃 非常的美观 非常好看 然后很多的这个食物 可以让你选择 就是创造一种一种一种氛围 一种这样子让你觉得 好像非常的这个消费 是付出的钱是值得的 对可是你吃的 其实你需要的绝对是 远低于这样子的食物 很多食物你没有碰 然后它摆在那边纯粹是陈列 之后就丢弃 对那我觉得 美国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一个是但它是很多 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是美金本位 它就是印美钞 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国家 换到各种的物资 各种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物资条件 最丰裕的国家 对那它的生活形态 如果没改变的话 其实这种消费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很难去 去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所以也因为他们这个农地 非常的广大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 这个虽然粮食价格很低 可是因为他们可以 种植大面积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抵挡得了 这个粮食的消耗 是不是也就因为这样子 他们整个在农作物 生产的过程当中 是有许多浪费的情况存在 对其实在那个20世纪60年代开始 所谓的绿色革命 就是一些农业技术的这个改革 然后提升 当然就包括大量的化肥的使用 那这绿色革命之后 其实世界上在谈这个粮食问题的时候 其实主要就是 是在讲说就是 一句话就是不换寡可是换不均 就是说其实粮食的生产 就是绿色经过这个绿色革命之后 其实粮食的生产 就是足够于世界上每个人 都能够能够得到一个温饱 那但是我们看到那个饥饿的问题 还是一直一直存在 然后这个这个甚至 这样大概将近十年前 那海地还甚至有人是吃那个 Earth cookie就是那个泥土 就是只能饿到只能吃泥土 那海地它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这个 这当然是一个另外的 贸易的问题 现在是在讲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生产的问题 对那美国的这个农业的生产 它其实在生产上面 它是用这个大量的 这个农机械刚才讲过了 就是说所以它在 挑选的过程 就是这个机械 比如说用机械采收 这个这个蜡菊菜 或采收这些 这些番茄这些东西 其实就会造成比较多的耗损 但比你用人工采收的 这个耗损量就多 对然后另外一个 它使用很多化肥 对那这个化肥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石油的这个末端的产品 是对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耗费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能源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那个流通的过程呢 就是说就是包括这个保鲜的技术 但这个可能是美国还好 因为它比较先进的国家 可能保鲜的技术还比较好 那可是一些比较技术不这么发达的国家呢 可能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 也是会耗损很多食物 那美国主要问题是说 因为它的贸易非常发达 它的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然后它也非常强势去捍卫它的农产品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食物的里程 就美国的这个 就是经常在讲这个运输的 食物运输里程是非常多的 然后最后在分配的上面 也是它就是纯粹的一个 把食物当成一个市场里面的商品 就纯粹以这个商品贸易的逻辑来看这个食物 所以食品就变成是很多不服成本的 不服成本的就直接丢弃 就不是说把它当成说 这是一个可食用的一个资源来看待这样 您谈到就是要减少这个食物浪费 还可以有一个这个脱钩的这个发展策略 您这个想法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就是这个迪林庭脱钩的这个策略 其实是一个埃及经济学家叫Samir Amin 就是他提出来的一个说法 他主要本来是在讲这个 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的这个资本主义底下 就是这些比较后进的国家 或是所谓不发达的国家 他如果要得到发展的话 得到发达的话 他必须要先能够跟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稍微脱钩 就是也就是说他要先以自己自足 自己满足自己国内的这个需要 满足自己产业的发展的这个需要的方向来发展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能够一定比例像现在台湾的这个粮食自给率非常低 就是大概三成左右而已 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先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粮食自给率 比如说我们保障我们的粮食的主权 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防安全 就是说如果发生战争 你被人家这个贸易上面制裁的时候 你能不能自己自主撑过一段时间 还有这包括这个社会的安全 比如说有灾难发生 风灾啊这个 是不是你可以有足够的这些粮食的储备 能够稳定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物价等等 对 就是说粮食它其实不应该只是一个纯粹的商品 它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面向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在加入WTO之前 比如说像韩国他们有保障他们的稻米 然后保障他们的一些一些特殊的产品 就是说我们在进入这个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资本主力体系之前 应该要先有一个适度的脱钩 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需求先发展满足之后 然后才再去加入这个这个世界贸易的体系 这样子比较能够去去有一个自主的发展 而且也可以减少 为什么可以减少食物浪费 就是因为说这个就可以因为比如说我们能够自给自主 量是自给率高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所需的热量 所需的这个资源就可能就是在本地生产的 就不用说千里迢迢的说要吃蔬菜 就是要从美国啊很多其他国家坐飞机来的这些蔬菜 或者吃肉这样子 而且油价高涨之后以后从国外进口食物会越来越贵 甚至就是又到一个什么不划算的这个地步 可能连厂商他都不太愿意把这个食物进到国内 因为可能没有利润可图的时候 到时候台湾的粮食供应量不足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谈到这个粮食浪费 在先进国家跟落后国家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在2008年时候有统计过英国人 他们的食物有三分之一都是被浪费掉的 可是呢在非洲呢 他们却也有四分之一的食物是被浪费掉 可是他们浪费的原因不尽相同的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讲一下 对像这个在非洲这样子的国家 他的这个食物浪费问题 可能是就是他的这个保存食物的技术 然后还有这个运输上面的一些 因为基础建设如果不是很好的话 在运输上面可能你会比较 比如说其实比较我们打一个比方 比较能够想象比如说像鸡蛋 这个番茄 这些比较容易受损的这些农产品的话 可能就在如果说 比如说你道路不是非常平 你的这个运输不是非常发达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的浪费 那另外就是说而且这个 就是我一直是认为说这个发达国家 跟不发达国家其实是应该是扣连在一起的 就是说因为他这些这些比如说像非洲国家 可能本来他们都是可以粮食自主的 那正是因为他的可能他比较热带 适合生产可可 或者说像这个拉丁美洲很多地方适合生产糖 对那就是因为 因为这样子的这个环境 所以可能让这些发达国家需要 就希望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后进国家 这些非洲国家 或是中南美洲的国家 去生产这些经济作物 然后来满足这个这个这个 先进国家的市场的消费的需要 对因为比如说这个像加拿大或是这个美国 或者说甚至这个这个 这个过去冷战时候所谓的苏联集团 就是比较纬度高的地方 其实他们是没有糖的 没有办法生产糖的 那而且甚至像这个咖啡啊 这些可可 这些都比较热带的作物 所以这些不发达国家 他为什么也会有很多的这食物浪费 因为他其实他生产这些东西都是往外运输的 然后他需要的东西也是要从外面进口 进来他需要的粮食也是要从外面进口进来 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比如说 这个基础建设的条件不是这么好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保存的技术不是这么好 所以他这个在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 技术上面他就造成很多的这个食物的浪费 是 其实谈到这个食物浪费 还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 其实要种农作物是需要水的 那全球的水资源消耗 光是用在农业就用了70%的左右 所以呢种了食物不吃 等于是浪费粮食 而且也等于浪费水 我们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天不下雨万物就饥渴 没有水就没有食物 每天喝的水加上制造食物的用水 每个人一天喝的水是2到5公升 举例来说一杯200cc的咖啡 从种植到烘焙的过程 还要消耗140cc的水 一公斤牛肉用的水是小麦的10倍之多 更重要的是地球上有三分之一的食物 不是浪费就是根本没有吃 再继续浪费食物 2025年全球就有三分之二人口 面临缺水危机 不浪费粮食 还可以聪明地吃 您自己就可以选择怎么吃 吃得健康又可以节省水足迹 全球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水资源 用来生产大概数十亿美元价值的食物 结果这个数十亿美元价值的食物 通通都被丢掉 那刚才老师谈到这个非洲 它会种一些经济作物输出 那我就会想到非洲他们自己也是一个吃不饱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不自己生产粮食作物 他要去生产经济作物 他为什么不能达到一个平衡 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当然非洲 他因为我们看非洲国家的国界都非常方方整整 就是非洲他之前是个殖民地 所以这个他后来独立成国家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些欧美列强去划分出来的 就是方方整整 一个当然是跟殖民有关 他殖民就像台湾在日本殖民的时候也是就是种甘蔗 就是种经济作物 就满足这些宗族国的需要 一个是这历史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非洲国家 可能国家的这个外债比较高 然后他需要跟世界银行 或是这个IMF就是这些国际货币基金 去借钱去贷款 那这个世界银行跟这个IMF国际货币基金 比较受到一些左翼人士批判的地方 就是说当他去贷款给这些非洲国家 或是这拉丁美洲国家的时候 通常都要你接受一个所谓的结构调整方案 就是他帮你去诊断你国内的经济问题 然后就会说你就是因为你的比较利益 就根据这个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原则 你的比较利益就是你在热带 你应该适合种可可 咖啡或是糖 这些经济作物 然后透过这个贸易去换得这个货币 对然后你再去用货币去买你需要的粮食 再去跟其他地方进口这个粮食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本来可能很多土地 是种这个粮食作物的 可是因为国家的这个外债的问题 所以跟这个国际货币基金或世界银行借钱之后 然后他必须要去调整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农业结构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主要的产业就是农业 那就要调整他们的这个产业结构 就是农业的这个结构 所以就变成都去种经济作物 然后对 所以这也是某一种的被迫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他们也希望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 其实刚刚讲讲 如果是用他的经济作物去换货币 然后换粮食 其实这到底是说得通的 只是以后如果粮食都跨不了海 没有办法运的时候 比如说油价已经高到一个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 那谈到这个种粮食是需要水 如果粮食被浪费的话 等于是浪费了水 还浪费了肥料 肥料还是也是从石油端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粮食不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会造成温室效应的加重 包括粮食如果变成垃圾 在分解过程当中 对空气污染也是一大危害 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这个水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像 之前在现在当然也在发展的 这个生殖能源的问题 就经常会让人家说 这是一个就是汽车跟人在抢粮食 对就是可能很多的这个水资源 拿去灌溉 然后种了这些玉米或是大豆 然后结果这些本来的粮食作物 都被拿去做了生殖能源的发展 那像在巴西这个国家 他们就是讨论这个生殖能源 因为他们也积极的发展生殖能源 那就会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 就浪费这个可以吃的食物 变成是这个可能汽车的这个消耗品 对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食品就是它变成垃圾之后 它产生的这个温室气体 像是甲烷之类的这温室气体 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知道甲烷 它是二氧化碳 造成的温室效应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程度是二氧化碳的好像四倍左右 对更严重的 对更加的严重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 就是经常在讲说要节能减碳 节能减碳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浪费食品 然后造成这很多的这个厨余 然后产生的这个甲烷 其实是更加的造成温室效应的一个 对啊 其实我们反观我们自己谈台湾好了 台湾其实也是蛮浪费的 对 对我们看这个图卡里面 就是说台湾它其实浪费食物的量 就应该是一年是275万吨 然后平均每年每个人 它是浪费了121公斤的食物 其实相对于刚刚我们看到欧盟的那数字 179公斤 对对对 我们也好不了多少 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浪费的食物 分配给26万的低收入户的话 是可以吃20年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真的是这个 换就是不换寡换不均的这个 就是食物分配不均的这个问题 其实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开始 到现在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端 应该就是可以每一个人从身体力行 就可以做到这个不要浪费 对 而且其实像比如说刚刚讲吃到饱 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宴会 或是大家都鼓励消费 像前几天才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素食业者 素食店的业者在促销 就说你只要加一元就多一个汉堡 加一元就多一个鸡腿 那这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促销方式 他可能很乐意去加那一元 可是他不见得吃得下两个汉堡 可能就会有一些丢掉 或是说他勉强吃下去 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十大十婴 每年统计出来的十大十婴 大概都有六到八项是跟肥胖有关 就是说其实你这个 吃太多了 对浪费食物一个是你把它丢掉 另外一个就是你勉强把它吃下去 把它撑下去 所以就变成 这不只是说对环境 比如说产生这个温室气体的甲烷等等 就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一个健康上的危险因子 所以其实这个粮食浪费 不管是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 或是消费的这个习惯造成的 其实最归根结底 还是从我们每个人开始做起 今天节目我们感谢朱正琪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也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